每次就讲一节,前面五节也讲完了,所以今天我们看第六节 第六节这样说,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 那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 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 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 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不同,他就应该被咒诅 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该被咒诅 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 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 这段话其实是我最最喜欢的 我做牧师已经二十多年了 遇到的挫折失败,要比我取得的成功成就还多 你们如果同意,你们就扣一 那遇到失败,遇到挫折怎么办呢?今天还有一个,在加拿大的一个算是国二代吧 在那边读书,这个还问我呢,说你怎么去对抗抑郁的?你怎么对抗这种情绪低谷的事? 因为他在网上看我的讲道,他就很好奇,感觉我天天挺快乐的 好像没有什么悲伤啊,难过啊,痛苦啊,绝望 所以我在想,其实不是没有,只是有,很快我就把它调整过来了 所以他也是在想,你是怎么调整的?那今天我们来看 保罗在这里面强调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这个事实是我们很多人 我们不知不觉都犯的错误,这个犯的错误就是说我们从A不知不觉就到了B 我们以为我们还在A,在事实上我们已经到了B 这有点像绕火铃是吧?我们不知不觉我们就从A到了B 我们以为我们还在A,但是我们已经到了B 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 我们看福音就好像是A,那别的福音呢就是B 所以神好像是A,那教会呢就好像是B 那上帝呢好像是A,那你周围的人呢好像就是B 所以我们本来是属于A的,我们本来应该定睛在A身上 但是慢慢的我们不知不觉我们就定在B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我特别的想鼓励我们的弟兄,鼓励我们的姐妹 我们慢慢的,我们都要去经历破碎 正所谓不撞南墙不回头,我们慢慢的我们都要经历破碎 而在破碎的时候也是个好事,我们可以重新回转,重新回头 所以保罗在这里面,他就一针见血的,这个一点都不客气的 说,我很好奇啊,对不对,我刚走 我很好奇啊,你们信得那么好 我很好奇啊,怎么这么快 你们就离开了那借着基督之恩找你们的 我们如果这个可以那个记笔记的,我们就要五个字 借着,借着这是一个 基督之恩这是第二个 招这是第三个 你们这是第四个 离开 所以五个,不是五个字,是五个关键词 借着是一个 基督之恩是第二个 招是第三个 你们是第四个 然后回过头再看前面,叫离开 第五个 所以今天我就讲这五个关键词 借着 所以今天 如果你恰巧听了 这个北京时间 礼拜二早上的晨岛 礼拜二早上晨岛 我鼓励我们每个弟兄 每个姐妹都去回来听一遍 如果恰巧你听了 北京时间这个礼拜二早上的晨岛 你会听我讲一个故事 就是我在新疆的时候 我在新疆的时候 阿里去过新疆 阿里大概也听说过 我在新疆的时候 不管他们教会多少人 不管这聚会的人数有多大 不管他们当中得病的 有多长时间 我们一场聚会下来 我们为每个人祷告 所有的人不管什么 全都好了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 这叫什么 这叫神迹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 神迹是伴随着谁 伴随着那一个 啥都不懂 跑到新疆去传道的王牧师 所以 这个当地人很高兴 盼星星盼月亮 盼着王牧师来 那王牧师自己也很高兴 不小心自己也成了五蝇高手 可是 这样的事情 后来还有吗 后来就没有了 所以 亲爱的弟兄姐妹 那这是一个很大的 一个挑战 为啥后来没有了呀 为啥后来没有了 所以你知道 圣经里面的扫罗也这样子 扫罗靠着上帝 打没打胜仗 打到胜仗了 后来扫罗没打胜仗了 没打胜仗是因为 上帝让扫罗退位 让大卫起来 但是扫罗贪恋这个权力 我不肯退 我还要留在这里 我还要打胜仗 我还要做王 所以 所以上帝你不帮我就不找你了 上帝你不帮我去找谁去了 我去找那些败鬼 这个 教教鬼 这个 求仙算 算卦去了 所以今天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打胜仗 这是我的第一个观点 不是我们自己打胜仗 我们新生计不是我们自己新生计 我们真的传福音 传了很多很多的福音 也不是我们自己有本事 所以我当年给阿里的目标说 我说你回河南 你传100个人 你搞一个100个人的教会 那现在我也给新西兰的 我们的赵爷姐妹说 我说我给你打个折 你老跟我讲 新西兰困难 我说你打个折 你给我整30个人 我说阿里在河南弄100个人 我说你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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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西兰 整30个人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告诉你 阿里搞了100个人 阿里就特别骄傲的 说牧师你看我厉害吧 我给你搞了100个人 如果赵爷姐妹 在新西兰 她说牧师你看我厉害吧 我在新西兰这么难 我已经搞了30个人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能说什么呢 我能说那你就再整100个吧 我能说什么呢 我说那你就再整30个吧 如果他们说我很厉害 我整了100个 如果他们说我很累 我整了30个 那就说明他们还不明白 为什么他们能整100个 为什么他们这样 是借着基督之恩 借着 所以今天我自己 我知道在新疆的时候 一方面是神建立我的信心 让我知道神与我同在 让我知道我是被神监选的 让我知道神要大大寻我 一方面 神也是怜悯新疆的教会 因为你知道新疆教会太苦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有很多地方 有很多地方 真的太苦了 威远觉得自己苦吗 威远如果你觉得自己苦 那我带你去一些地方 威远一听就懂我在讲什么了 有些地方太苦了 所以因为他们太苦了 所以神就赐下恩典来 但神赐下恩典的说要 借着某一个渠道 借着每个通路 借着某一个管道 恰好那个时候我在哪里 所以这也就是传说中的天时地利人和 恰好神要做事情 恰好我在哪里 恰好那一群人需要 恰好这些事情就发生了 所以你真懂天时地人和的 你就知道 我们任何一出好戏 都是天时地人和凑在一起 所以今天我自己 我非常非常清楚 新西兰现在这么糟糕 教会这么荒调 人心这么败坏 所以神一定要赐下复兴的 阿们嘛叫天使 然后地利呢 就是我们的赵爱姐妹 就是很神奇的被神放在心上 那人和呢 就是有一些人是神要预定要捐献的 所以你不传福音 他们都要想法去信上帝 你一传一个准 所以你一跳 他们就跟着你一跳 你一挥棋 他们就跟着你来挥棋 所以这叫天时地人和 所以赵爱姐妹 你要相信我们 我们的神是全能的上帝 不要靠某一个教堂 不要靠某个牧师 包括皮特牧师 你都要forget 你就是敬拜神 你就是敬拜神 然后就在新西兰 就在基督城 一个起步就是一百人 很快就一千人教会 就这样被建立起来了 然后这个教会 每一天大家就敬拜赞美 然后就不断的神秘发声 如果你相信 你现在就打字 阿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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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相信 你现在就赶紧跪下来 你就归荣耀给神 因为是借着基督之恩 基督之恩 不是皮特 不是哪个教堂 不是皮特 也不是哪个教会 不是皮特 也不是你自己 是基督之恩 是基督之恩 所以神要怜悯这个城市 神要救赎他的百姓和儿女 而我们恰恰天时地人和 天要做 神要做叫天时 地就是我们 恰好就在那 然后人和 就是有一群人 神要救他们 他们也渴慕 所以今天神要补救的人 你比方说 威宴不是得救的人 我跟他讲 你要悔改 威宴说悔改干嘛 我有钱 如果威宴不是得救的人 我跟他说 你要谦卑 谦卑干啥呀 他们都会听我的 我是深圳最有钱的 所以那你就会发现 你做的没有错 可是你做的没有结果 但是今天 我都没说什么 威宴自己谦卑了 我都没说什么 威宴自己都悔改了 这要什么 这要天时地人和 所以有一天晚上都半夜了 这也应该12点了 威宴你应该记得 威宴说 今天早上我还祷告呢 我说神 神呢 我特别感谢你啊 让 透过皮特牧师 给我传福音 透过皮特牧师 让我认识上帝了 我自己我告诉你 这句话 比给我捐十万美金 还让我开心 你们如果你们能 能理解我的喜乐 你们就扣一 威宴说了一句话 以后威宴说完 你们就别说了 你们再说就是忽悠 威宴说是发自内心的 威宴说 我今天早上我跟神祷告 我就跟神感恩 我就谢谢神 接着王牧师 带我信主 我跟你讲 我听到这句话 我比他给我捐十万美金 我还开心 真的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 你们应该懂我在讲什么 所以 这叫天是地人和 给威宴传福音 拉倒吧 给威宴传福音 你可别扯了 有多少人 他深圳是那个 基督教协会的主席 跟他是邻居 对吧 威宴 拉他去教堂好几回了 他看看热闹就走了 洛杉矶有几个有名的牧师 我就不提了 人家太有名了 提咱们觉得 让人家觉得咱蹭一家流量的 然后也是有人拉到那个教会 威宴觉得 不堪入目 不堪入耳 就觉得这也太low了 这没意思 对吧 所以今天 为什么天时地人和 因为神的使务还没有到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自己 我非常非常清楚 你若问我做了什么事情 我只能说我什么都没做 你若问这些事情 好像是你做的 我只能说 借着基督之恩 你们同意 你们就打字 阿们阿们阿们 所以今天就用这样子 这就是为什么 大连的团队 这就是为什么 这些年各地跟着王牧师 没有一个骄傲的 没有一个觉得 骂牧师 你看我们多厉害 没有一个 因为从他们的领导 皮特牧师 到他们这些大大小小的头 都非常清楚 不成 感谢神 神的时候没到 成 感谢神 就是神自己的旨意 借着基督之恩 才成的 所以今天 我们信主 是基督之恩 别人信主 也是基督之恩 基督之恩 临到我们 我们就信主了 基督之恩 临到他们 他们就信主了 所以今天 我们一定要感谢神 一定要感谢神 所以第六节的前面 你们 你们还有印象吗 上周我们讲了 第六节前面 愿荣要归于谁 归于神 要归多久 直到永永远远 所以今天 今天我们那个Paul 他讲完 可能又走了 Paul讲了一句话 我也挺阿闷的 Paul不是讲了吗 他说 这个 他虽然看起来没有钱 但是他很清楚 当人死了 离开这个世界 就算你有钱 用的怎么地 你带不走 真的 我自己我也知道 所以我跟神祷告 求没取过钱 我当然求 我这两天天天在求钱 你们知道的 你们就扣一 我知道 这两天王牧师 就祷告一件事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我当然求钱 但是我不求有家财万贯 我只求够吃够用 就是今年 我们开支变大 对吧 我们开支20万 王牧师自己这边就需要10万 孩子那边需要10万 对吧 我们就20万就OK了 我们也不要200万 我们也不要2000万 20万就够了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这就叫基督之恩 就是任何时候 只要你需要 任何时候上帝就超自然的供应 任何时候你需要 任何时候超自然的供应 圣经书的帮我找一下 他说我没见过 这个义人缺乏 也没见过他的儿女去乞讨 所以圣经书的 我们把专情文找到 然后敲在对话框里面 这是神对他的百姓 他的儿女的应许 所以今年你收入少 也没关系 一定是你支出少 那今天你收入多 你也别太乐呵 你想想看看哪地方你要花钱 因为你支出一定是多 所以我这些年 我就一件事 我就是不停的传福音 不停的宣教 不停的传福音 不停的宣教 无论是传福音也好 无论是宣教 都是需要花钱的 只要花钱的地方 咱们给他干明白了 钱就源源不断来了 为什么 因为神喜悦 我们去传福音 而神有无限的恩典 所以我们能把事做成 就是借基督之恩 所以今天我想我们的这个赵阿姨姐妹 她应该非常感恩的 你想她搞旗 这个从买买不到 从做做不出来 从这个弄不好到现在 她现在成为这个专家了 你知道吗 又会设计 又会制作 然后又能找到供应商 还能用最安全的方式 把旗寄到她想去的地方 这叫什么 这叫基督之恩 所以今天我们中国人一直强调 叫圣不交 败不奶 你胜利了你不交 失败了你不会气馁 但是今天有几个能做到 太少了 我们圣基本都会交 我们败都会奶 为什么 因为就是我们不知道 我们圣是因为基督之恩 不知道我们圣 我们要归荣耀给上帝 所以基督之恩 然后今天基督之恩招了我们 然后呢 我们 我们干了一件什么事 我们干了一件特别牛的事 叫离开 所以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打字 主啊保守我不要离开你 我们每个人都打字 主啊保守我不要离开你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弟兄 你们扫罗跟大卫的区别是什么 扫罗几乎没犯啥错误 后面扫罗就算犯错误了 但是也都是非常少的错误 你知道吗 我还常常讲 第一扫罗没睡别人老婆 第二扫罗没杀人家老公 对吧 这个大卫呢 又睡人家老婆 就把人家老公给杀了 对不对 但是你看大卫每一次犯错 他到哪儿去 他来到神面前 但是你看扫罗呢 他就怎么找娇鬼 这就是差别 所以你再牛 你离开神 你啥都没有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再差 你来到主面前 主就不断给你开门 主就不断给你开门 所以这个威蝴的经历特别好 以前遇到事的 他就找他爹就醒了 你知道吗 这是神圣最有钱 最牛逼的人 但是现在他有事 他就找上帝了 那上帝就不断的给他开门 不断的给他寄回 不断的给他 就像打麻将一样 这点来了 你知道去哪来啥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有太多的人 不明白 不明白 只有基督有恩典 一切都是传说 中国不是很早就有断的吗 不要相信大哥 大哥只是个传说 今天对这句话 在VBN身上体现特别明显 今天大哥有没有帮你 有 但是你觉得大哥明天会帮你 那你就错了 今天大哥帮你 你感谢谁啊 你感谢神 明天大哥不帮你了 你干嘛呀 你去求神 明天大哥不帮你去求神 然后怎么样 会有个更烈大哥帮你 所以VBN 如果在VBN 你就自己阿门 来证明我没有忽悠任何人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做牧师20年 王牧师居然没有大哥 你知道吗 做牧师20年 王牧师居然没有后台 这个VBN也知道 詹莉也跟我提过 昨天牧师在路然教搞个教会 背后都有大的金主 来支持咱们 我就想等大的金主支持咱们 我早就被主接走了 那我这性格像抱着大金主腿 去舔大金主的那个样子 你看我这长得就不像那样子 讲真话 我就是金主 你们要相信你们就打字 王牧师就是金主 王牧师就是金主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个世界就没有金主这一说 金主都是传说 借着基督之恩找你们 借着基督之恩 所以那些靠着金主建立的教会 现在全出事了 你们自己去看 你们自己去看 那些靠着金主建立的教会 全出事了 因为他们咋的了 他们干了件大事 那些事 王牧师到现在不敢干的 叫离开 那借着基督之恩找你们 你知道吗 金主是上帝派来的 金主我们可以用 但是金主我们不能靠 还记得我那句话吗 我们可以用人 但是我们不要靠人 我们可以用人 我们不要靠人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很多人 这一生就掉到这坑里去了 我们一开始是用人 讲这话 你用谁呀 谁会让你用呢 如果不是神 如果不是主 谁会让你用呢 所以你用人用来用去 用人用来用去 结果你变成靠人了 完了 这就错了 所以今天我们要用人 但是我们不要靠人 所以今天我们要用金主 但是我们不要靠金主 所以今天那些用金主的教会 也没问题 但那些靠金主教会 现在都出事了 所以今天我们要靠基督 我们借着基督之恩 然后我们不要离开基督 更不要离开基督之恩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希望我们每个地球 每个地球 我们都自己做一个 灵性的检查 我们经常每一年会做一次身体的检查 我们做一下灵性检查 我们想一想 在你生命中最重要的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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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在你生命中最重要的是神 那你赶紧跪下 跟神祷告 万事给你搞定 但是在你生命中 你说最重要的是王牧师 这事我得找牧师 这个事在你生命中最重要的是杨尔利 这事我得找杨尔利 在你生命中最重要的 这个事是基督成的某某知名的牧师 我得找他跟他上上去 完了 完了 那你就干大事了 就是圣经里这时候就离开了 你就离开了 所以保罗说 我挺好奇啊 这么快你们就离开了 这么快你们就走了 这么快你们就往沟里跑了 这么快就离开 那借着基督真找你们了 去找你们了 所以今天我自己 我非常非常 我非常非常的有感动 我希望我们的弟兄我们姐妹 就是干 就是干 有感动我们就去干 所以疫情的时候 你们知道眼里有感动 去新疆就去 去西藏就去 去北京就去 所以一路神被他开门 没有一次他被拦在那里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不要丢了勇敢的心 不要觉得 哎呀这事如果谁帮我 我就能把他干好 如果这个事谁要能来 加入支持我 能把他干好 这是完全错误的 今天这个事神感动你去干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 我还是那句话 那你们理解我的 你们就这个理解不理解 你们慢慢去观察 VVN跟了我几半天 这个Jenny也在旁边 一直我们并肩战斗也有四年 所以今天 你看有什么事情 我找人赏量 我不找人赏量 我就是找跟神祷告 跟神祷告 神非常清楚 做我就去做 不计代价去做 不计代价去做 我们做完了 我们没达到运气的效果 我们也不去抱怨 我们也不去抱怨 因为我们知道 有一些奖赏是立马的 有一些奖赏是会在过几年 有一些奖赏甚至是要过几代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在这里面 我自己我非常非常清楚 我自己我非常非常清楚 我们在这个时代 如果你们信主只为了在今生有脂肪 那你们比世人还可怜 你们还比世人还可怜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在这里面 我自己我自己 我非常非常清楚 我做事情 我也不需要别人感谢我 我做事情也不需要别人纪念我 我做了我就做了 因为我自己很清楚 我做的每件事都是给神做的 神看见了 神纪念了就OK了 至于人有感恩之心 懂得后面 这个感谢我也好 这个支持我也好 跟着我也好 那是他们的事情 至于我 我只需要在神那里 都要神的认可就好了 那反过来 那这个人不感恩也没有关系 这个人后来离开我们也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今天若是给人做的 我想真话 我也坚持不到今天 我非常非常清楚 我能见到今天就是因为神一路保守 看顾引导 因为我非常清楚 连做牧师这件事都是基督之恩 都是基督之恩 所以刚刚昨天我还在这个地铁上呢 然后这个我们的赵阿姨姐妹就在这个微信里轰炸我 一条一条的语音条跟我讲 我自己非常非常清楚 你知道旧金山治安很不好的 你这一边打电话 一边走路很容易被人家打劫的 或者被一些这个 对社会不满的人直接就削一棍子 你知道吗 那个昨天坦白跟我讲的 就是一个小孩 在湖边散步 谁没招谁没脸谁 黑人帮一抢 你知道吗 因为对社会不满 就想找个人 杀个人练练手 你知道吗 正好你在湖边帮一抢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亲爱的姐妹 我什么都没讲 我也没跟他讲 我在那 我也没跟他讲 我要去干啥 我就说好 来吧 那我们现在就连线祷告 聊了几句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因为当我看到赵阿姨姐妹的时候 当我为这个事祷告的时候 我内心很平安 我知道这是一群爱主的人 这是一群可慕神的人 这是一群也需要鼓励的人 那我能做点什么 It's my honor 我愿意去鼓励他们 愿意去祝福他们 我愿意为他们祷告 愿意跟他们一起祷告 所以我也在里面看 那个赵阿姨可能自己也有影响 因为就是昨天的事情 赵阿姨一直在讲 Focus 每个人都要讲 不要讲太长 Focus 所以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你们知道吗 赵阿姨姐妹一分享 从来没有实验观念 一讲十分钟 二十分钟都不得讲的 那是因为他只是个member 他只是我们这个groommember 那现在他当了leader了 你看立马就懂了 Focus Focus 别把那个东北话讲 这个老太太的国脚步 又臭又长 讲那么多干啥 挑干货讲 挑重点讲 对吧 Focus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 因为你一个人讲二十分钟 那别人还讲不讲了 那你一个人讲八老师 那别人还讲不讲了 所以我们一共就三十分钟 所以今天我自己有在想 虽然每一次Lucy 不用不提醒 说我们每个人控制一下世界 但是我们自己需要明白 我们自己需要明白 所以今天如果Lucy 讲多了 影响团结 但Lucy不讲的 的确有的时候 有一些同志 一讲就讲很久很久 对吧 所以今天 你看 我什么都不讲 这是今天 赵阿姨 这个自己现身说法了 我才讲 赵阿姨 因为他在那边讲话 我这边听得很清楚 虽然信号不是很好 但是 王不是耳朵 特别灵了 focus 不要讲太长 还给别人留点时间 所以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们看到什么了 所以当我们去成长的时候 当我们去服侍别人的时候 我们自己都变得懂事了 所以 维维也好 詹妮也好 他们经常听我讲 就是说 我们主打一个 让别人舒服 为什么我们主打 让别人舒服 因为你当领导 你会发现 你让别人舒服 才会有人愿意跟着你 但是你把事情搞得乱七八糟的 讲真话 就算你有钱 也没人跟你玩 所以今天 就算你有本事 也没人跟你玩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对弟兄 我对姐妹的盼望非常清楚 你们都去传福音 你们都去带小组 你们都去当领导 不当家 不知柴米归 不养儿 不知父母恩 但是今天 你不传福音 你不能经历上帝的恩 来 我们一起祷告 Hallelujah 带小组 带小组